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说好大起工又洗一轮 更重要的就是种的所有的树全部落了降枯 究竟因什么事不知道 这样的浪费令到当地的居民很不满 结果两三天就拆了 而习近平所到之处全部沿街都会封禁 即是说他去到哪里 就麻烦你们关窗 连门口都不要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一家一户照西安的疫情 即是当日所谓的中亚五国会议一样 全部每一家人都会有一个公安把守 只要他去到哪里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而第三就是每一个楼上 即是说顶楼都有一个追击手 严防到这样 这样习近平 这样的出秦法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努民伤财 是真真正正 是国家安全 实际上 这里落到来 等亚云 但是还有他就会四周围 都会在9月20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邵兴市 考察的时候 他来到丰桥经验陈力馆 重温丰桥经验诞生的演进力情 了解时代 凤桥经验创新发展情报 凤桥经验是什么来的 20世纪60年代 浙江省当时的凤桥珍的干部创造了 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实现暴人少 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60年代 丰桥经验应该是丰业过丰 丰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缓发 撥发生机 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 今年是毛泽东的丰桥经验的60周年 那结果上升到的高度就是说习近平重视封桥经验20年 他做了一转都是10年 何来20年呢 那当然来到这里 习近平现在治国理政最重要的骨干是什么人 就是他的滋江新军 滋江新军 这样他来到这里 看回这个丰桥博物馆 并不出奇 但是这里他讲了一番说话 也是当日的说话 虽然情景不同 但是内容一样 他说封桥经验 陈列馆是浙江基层干部 群众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的封桥经验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全景呈现和生动的缩影 而这一个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即是说你们地方政府有什么问题 麻烦你们就地解决 你们不要麻烦中央政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你难路找百苦重案 伸冤都没机会 即是大家都要明白 当很多人出了事 甚至和权贵得不到伸张正义的时候 他们就会真真正正地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接着你看到因为不公义 因为当地的势力或者权贵 甚至权力透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上访 即是去北京 希望京官救命 所以也有上访办这件事 但是过往捉得就捉 捉得就捉 甚至每一个省市 他们都会有一个办事处 就在北京 即是一知道你上来的话 他们就冲出来 劫你 甚至囚禁 甚至遣送 甚至有些人出了人命 但是习近平 他不理民生 即是说你们怎样不怪我事 最紧要不要麻烦我 他这里说的封桥经验 就是说矛盾就地解决 你们自己解决 即是不理你地方政府 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发现人民对中共不满 对体系不满 那你们自己看着办 最紧要你们自我解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什么法律都不需要 连上诉都不需要 只要他觉得你是威胁 这样就要防范于未然 封桥经验就地解决 这几句说话 其实就是习近平的指令 即是由今天开始 麻烦你们这帮人 究竟闯了多大的祸都好 人民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习近平 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 中国很简单的 上有好者下必甚言 只要你出一句说话 下面的就会凡事左三分 就会去到极致 这个所谓的封桥经验 那当然了 他提一下而已 中国共产党 他们做事全部都是有筋有强 所谓他们一字不能错 你没有听错 连个的字都有意思 虽然他们假大空吐吠 假话 空话 吐话 一大堆 但是他们每一个字 他们引述每一件事 他们都会有政治含义 今天习近平亲口来到这里 还说他二十年前已经着重这件事 那你告诉我 其他各省的官员他们怎样想 他们怎样解决这件事 我不知道中国人可以折腾得多久 我不知道中国人可以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们忍得多久 今时今日 习近平又为所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下达了一个指明方向的指令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大夫安天娜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都希望请大夫喝杯咖啡 拜拜 喂 是不是一人不收声啊 这里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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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联想频道 叮 都傻傻地在这里玩电话